他塞轎车高速冲过路口 把一名机车骑士连人带车撞飞还撵了过去 骑士被撞倒在地一动也不动 驾驶当场肇事逃逸 总共七台砌机车遭受搏击 撞人的无姓男子下车后还失扣拿木棍攻击路人 他吸毒后开车刑警桃源长寿路闯红灯 撞死67岁无姓骑士 但是判决结果让死者三个女儿很气愤 无姓嫌犯前年四月开始吸食彩虹烟 出现被人追的幻觉还说被魔掌控 五月撞死骑士法官基于吸毒 导致他思考缺损脱离现实 并省着彩虹烟七月才列为三级毒品 以及男子没有前科肇事逃逸部分判无罪 最后只有依照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 判处他五年六个月徒刑 这个司法这样错误了 这个逃逸不逃逸没关系 但撞死人这样就太严重了 家属每每上庭都得从南部北上舟车劳顿 每回都期盼法官从重量刑还公道 如今判决结果出炉 家属觉得过于轻判打算再上诉 无姓老翁骑车无端被独嫁男子撞死 就此天人永格 对于这样的判决不止家属觉得傻眼 社会大众也无法接受 三星闻林宏宇红一听台湾报导 这次判决就会被独嫁男子撞死人了 这次判决就会被独嫁男子撞死人了